出展會要求是把蔣公的這個蔣介石 銅像給移走啊 這樣蔣體成不敢面對啊 對 我必要講 他那個古蹟的部分 是外面的建築體 對啊 但是中間的那個銅像 其實是沒有 因為他算是裡面的所謂的物啦 他是動產 他不是不動產 所以蔣體成不敢面對 蔣萬安這個徵孫也不敢面對啊 只要打那個一團混帳 對 他現在是覺得自己 可能是台北市沒什麼敵手 所以現在什麼話都可以隨便亂講 後面如果有危機 可能話又會再轉回來 因為他現在講的跟之前講的 是不太一樣 對 最有意思的才是趙阿康 反共公園 汪浩我看啊 你在臉書上寫說好 我有支持 但是問題是趙阿康現在有反共嗎 趙稍康反共不反共沒關係 臺灣人民應該反共的 但我覺得這個 你也知道我寫了兩本書 一個叫意外的國父 一個叫借殼上市 裡面主要是評論蔣介石有關係的 那主要是從學術的角度 來討論蔣介石 對於中華民國臺灣的早期的貢獻 和他所帶來的問題 但是不管從學術角度怎麼評論蔣介石 作為一個威權的這個象徵 我覺得蔣介石銅像是應該移走的 這個中正紀念堂這種這個威權體制下的這樣一種 這樣一種建築物和威權體制下的蔣介石 就是形式性的崇拜 我覺得這個是不應該繼續作為一種崇拜的對象 我們應該把它改掉 那我覺得怎麼改的 出展會提出一個方案 那我自己是覺得可以用更主動積極的來對待這件事情 那有人提出說把整個中正紀念堂改成一個像大安森林公園一樣的一個森林公園 我覺得也不錯的一個主意啊 那我覺得趙少康說把他變成一個反共公園也是不錯的主意啊 那我是主張把他改成這個臺灣民主紀念館 我覺得也是一個可能的方向 但不管怎麼樣這個這個轉型正義這件事情是應該要做的 但是這個如果能夠跟趙少康戰鬥欄也好 跟國民黨也好 跟這個大家都能夠在全球的反共的這樣一個陣線上達成一個最大公約數 作為一個反共的共同的這個理念的角度來講 這一點我覺得我是同意的 戰鬥欄改名反共欄比較好吧 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我覺得在野黨朋友很有趣 譬如說這個促轉會啊 他平常的時間他就說沒做事 你都沒有做事這個要廢掉 那如果說這個時間點提 因為他是九月九號提的一個提案 他就說那你們現在民進黨就是要轉移 轉移這個疫苗的疫情的一個焦點 那如果說是明年提的話 就是說那就是為了選票要選舉 反正不管什麼時間提 他都會找到一個理由 那所以最好就是這個事情 就是拖拖拖拖拖 就完全就不要這樣 講完講沒有錯嘛 這是就大家要和解嘛 然後就要溝通 和解跟依族同向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國家正常不要有偶像崇拜嘛 對不對 那同向就把他這個拿走 讓這個地方變成另外一個 如果說促轉會他有就是找一個 比較適當時機 他願意跟社會溝通 然後最後達到這個協議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認同 因為在你們主席選舉之前 那那個七十二月的時候 文化部那時候就已經在中正進行裡面辦 那個審議會的這個講座 我就有去參加 已經辦了四年了 那邊他就各方意見都可以去談嘛 那我當然覺得說整棟拆掉 那當然裡面有人說保留這個堂體啦 拆銅箱就好 也有人認為完全保留的 有各種意見都有 我的意思是講說 自從蔡英文2016年上任以來 這件事情一直有在跟社會溝通 他一直在做 那照國民黨的說法 永遠不會做啦 因為永遠都說 哇 這個是仇恨啊 這個幹嘛 那你主覺得這很奇怪的是 第一個 他們自己國民黨的粉專什麼清工會 把他拿去跟塔利班 炸大佛去做比較 那你就是就是說 蔣介石就是佛像嘛 他就是神佛嘛 那不就擺明就是偶像崇拜 然後朱立倫舉的例子 也是莫名什麼台積電啊 中山高速公路啊 然後還有什麼中鋼等等 這些都是有實體功能的 那我問一下那個銅像 放在那邊的實體功能是什麼 你去那邊或身體會比較健康嗎 你每天去看了之後覺得神經濟手 哇 蔣公的這個森林蓋世 但我每天都很有精神 不可能 你對於大部分人來講 你還他一個正常的公園 其實對於大部分臺北市民來講 那你除了大安森林公園之外 多一個休憩的一個場域 那當然他而且重點這個堂體本身 你如果只去了解他的話 他那個階梯總共的這個 應該是八十九階 就是蔣宗正享受八十九歲 然後他這個整個方向是面向中國大陸 就是表示他有一條反攻大陸 他就是完全是一個偶像 崇拜一個神廟的一個概念 是用這個概念去做這樣的一個地方 那你是說這個是什麼 古蹟 1980年代的東西 然後你說是古蹟 那你知道很多房子 它就不只四十年 還被很多老公寓都四十年以上 那你就說 因為那個他們每一個的老公寓 全部都是古蹟 那當然現在折中之後的一個結果 折中之後的結果就是 保留這個堂體 那只是把銅像移掉 然後他那個很長的那個 因為你知道走進去 中文紀念堂這個地方 他就非常長 就很像那個紫禁城藥 對 那個就是要摩霸皇上 表示敬拜自己 所以現在的方案是說 堂體本身保留 可是那個長廊把它改掉之後 可以綠美化 可以變公園 那其實對於整個臺灣 很像都很好 那你說衛兵交接 那個其實大部分都是中國人在看 那好 那有些國際公關 都可能喜歡 那你就去總統府看 或是別的地方 去辦類似的表演也可以 那不是一個保留這件事情 這個理由 但是也不是把他這個 蔣介石同向跟那個 台積電的晶片 中山高速公路中� 跟重症國際機場這個相提並論 那這個朗東你還把他翻出舊帳 那個時候蔣萬安對於同向要不要拆除 他還講他抱著開放的心態 要怎麼做 有社會大眾進行討論 讓不同的意見看見跟討論 這是他的立場 那現在他變成說 這個是製造社會對立仇恨無助 社會和解了 對啊 因為蔣萬安是個非常沒有政治誠信的人 那2016年9月的時候 那時候獨立媒體握草辦的活動 有民進黨的一些政治人物 也有蔣萬安去參加 然後給一些年輕學生去問 那年輕學生當然就直接去問蔣萬安 怎麼去看轉型正義 怎麼去看這個蔣介石同向的事情 結果蔣萬安那時候說 我是開放討論 這講的還蠻令人聽的 對啊 然後我們就看這種資料 去面對歷史等等 那年輕人當然聽得覺得蠻開心 那時候蠻開明的 就覺得說他可能是蔣家後 他應該是蔣家後的 可能是啦 反正他願意講出這個話 讓大家去討論這好事 結果真的在討論啊 2016年到2017年討論 討論我還在現場 還辦了兩次 而且我去的那次 我差點想起來 還有什麼藍天行動聯盟 在外面要搞亂 然後還有被警察這個攔助 他們就需要破壞這個討論 那這一連串的過程 討論到現在 終於有一個聽論了 最後他講 那個講話完全反悔 他說這個是製造社會仇恨 那你如果要保留同向 你當初你就講了 你不要在那邊騙人嘛 你從2016年騙到現在 你如果一開始你秉持就是說 蔣家的同向 你一個都不能動 一個都不能少 那你就大方的說出來 那不敢講啊 2016年的時候騙到現在 他終於現在都原形畢露了